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细微变化影响全局 1979年12月末 美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 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 发表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演讲 演讲的题目就是不可预测性 一只蝴蝶在巴西山洞翅膀 有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他这次演讲的内容后来被总结为蝴蝶效应 现在蝴蝶效应的理论 已经被用于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爱德华洛伦兹提出的蝴蝶效应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一只生活在亚马逊和流域的蝴蝶 在翩翩起舞时煽动几下翅膀 很可能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 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爱德华洛伦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 是完全建立在多年的实践观察和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 产生蝴蝶效应的原因是这样的 蝴蝶翅膀的不断运动会导致其周围的空气系统 发生极其微妙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幅度虽然小得难以让人感受得到 但是它却会形成一股微弱的气流 而这股微弱的气流会引起四周空气产生相应的变化 之后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导致天气系统发生更大的变化 最终将很可能在遥远的地方发生一场猛烈的龙卷风 凡是经历过龙卷风的人 每当谈起它的时候都会脸色大变 这是因为猛烈的龙卷风 以其无比的威力侵袭着人们的家园 并且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可有谁会在意一只蝴蝶的翅膀运动 身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国人 更不会在意远在亚马逊和刘玉蝴蝶的翅膀运动 但是敏感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博士 却从中发现了龙卷风与蝴蝶翅膀运动之间的联系 这不由得令人们感到震惊 更令人们感到震惊的 还是他在蝴蝶效应这一理论中提出的观点 任何一次看似偶然的变故 其实很久以前就可能已经 有某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决定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忽略任何细微的事物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